还有就是我身上的这个ashloo 灰蓝灰蓝色这样子的 接下来就讲的 它面料是微坛而已 这一件面料是微坛 面料一样是有那个垂直感 比较轻薄凉爽 它不会薄的 就是相比其他 对 对啦 它比较轻盈的面料 比较不像夏天的那个面料 OK 三个色 最三个色就是 助你身上穿的大Oliver 今天小细节 一样是隐藏拉链在后面 游上往下 后面一样是有小桌子 然后先生兵这些 因为它有蛮多这样子折的线条 尤其是腰间这一边 它这一边的面料会稍微比较厚一点 所以你拉链拉的时候有微卡 那不属于瑕疵 因为它这一边的面料比较厚 基本上你处理一点 它是拉得到的 OK 你看它是拉得到的 只是说它会比较难 就是你拉的时候 你要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手support做它 它才会比较容易拉 前面一样 腰间这边是这样子微微的桌子 肩膀这边有垫肩 微微的桌子和垫肩 这样子公主秀桌子 OK 长度的话 有口袋吗 有口袋啊 一定要是有口袋 OK 长度就是Belani的就对了 OK 走到后面 后面是这样子的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 这一件是穿M肩膀对吗 对 穿M肩膀比较贴 对 穿M肩膀比较贴 因为它腰索腰 一它索腰 二它是没有拉伸关系 所以我穿腰是贴身的 OK 我身上穿的是 Ash Lou灰蓝灰蓝这样子的就对了 然后我就混黄色 你们看先 OK 这款是穿起来非常的斯文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简约 可是穿起来整体是非常斯文 所以我穿腰会比较贴 它要索腰 然后你讲这样子拉 它确实有点空间 可是就是不多 所以说这件卡的话 尤其是腰部 建你们拿大不要拿大 F我这件到79 所以说对 79 我是说超过的话 建你们拿大不要拿小 毕竟就是说胃盘加索腰 非常斯文 就是因为前面它是变成这样子的折 加上它是属于一个四分锈的 OK 所以说把我们比较热路的部位 再折完了 然后是这样子的 圆领啊 它不会累啊 不要担心说这个衣领会累吗 不会啊 空间是大 是不会有累的问题 还有这边就是腰间这边 它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穿起来 它是非常的斯文 所以说我穿的M size高60 长度是乞丐底下的长度 如果这一期你找着连绳裙的话 对 这是武艺的一个款式 连绳裙 你这样检阅那个款式 可以了解 然后这样子检阅的话 它就比较耐开 比如说我们可能上班 可能说 擦擦穿的话 就没有这么的嫌疑 因为如果你说太多 太刮俏的话 可能上班穿就非常嫌疑 好像你穿有再长一块钱 这样子的款式 不会 它是选一个比较耐善的 简约滑难的 所以说你把我的磁码M就好了 好 先说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 好 你的上围腰穿到臀部没有问题 它是随着这么大 大飞摇到臀部 所以说最主要是上围腰穿到臀部 是没有问题 好 然后上个色里面 比较特殊的颜色 会是我身上这个黄 比较耀眼 你要不要耀眼的颜色 比较粗彩的 就是你身上那个 这个黄 确是MDG 10价钱 是79 口袋是在左右两侧 Functional的 这一次厂家做的口袋是平的 就是直的口袋 因为很多时候它这样的裙子 它是做这样的斜的口袋 这一次所以 基本上刚才如果我们没有讲的话 你不会发觉它是有口袋 是有口袋的 它没有太多小细节 就是肩膀这样子的桌折 腰间 然后后面桌折 ORAL插起来 它就属于一个比较斯文 比较近色的来 然后比较耐看的脸身裙 就对了 这一期脸身裙 就只有这一个款 想要显白特色的脸色 带走这个花 来我快速的去画 DOTOLIVE给你们看先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款式也是很多 展面 shocked 什么时候 我可以拍摄 来,我换两大olive,ok,我妈上次里面最显瘦的颜色,ok,这次呢,它就没有黑,它以这一大olive来代替了黑色,ok,各位,啊,跟着处理的尺码下单啊,传M2啊,就你是传M size啊,跟着处理的尺码, 如果你想说要穿起来要比较多空间,需要拿L,因为它所要没有,啊,然后是微糖,ok,三个色,Canary Yellow,Ace Blue,再来就是我身上的大olive,ok,啊,最大是有去到XXL啊,这一件,忘记说了,这一件有到XXL,啊,想要穿的比较端端的颜色,你可以拿这两个色,ok,一个是这个Ace Blue,或者是大olive,然后比较粗彩的颜色会是这一个Canary Yellow,ok,这一期五一, 一个裙子,ok,NDG10,价钱是79,来,没有了,我就换下一个款,啊,下一款,我一套介绍的,啊,这个就不能带腰带了啦,来,这个款式不适合带腰带啊,让你们知道啊,带不到腰带啊,它是没有Bell Lock,然后它有腰封啦,对,它已经是有所要,腰有款式的,这种款式是不适合家腰带,ok, 它腰尖这边是这样子有款式的,是带不到腰带的,ok,我们不建议啊,我们不建议你们家腰带啊,来,下一个款我们一套介绍好了,这个不是一套啊,可是我们一次过上衣和裤子一套这样子来介绍,ok,你可以买分开,你可以单买上衣,单买裤子,ok,或者是一套买都可以, 可以 是不是这样子顺啊,可以 我要炖扬 我先上衣蝶子吧 嗯 你 不要